洋水量在孕期它是一个波动的 从孕早期的洋水量比较少 然后逐渐到孕8个月的时候 32周左右它为洋水达到一个高峰 然后逐渐再减少 到孕晚期的时候如果洋水指数在50毫米以上 它的妊娠绝局与正常的洋水量是没有差异的 但是我们要严密观察胎儿和孕产妇 去查找这个洋水过少的原因 比如说孕产妇出现了腹泻高热 这种大量的体液流失也会造成 如果它不及时补充 不及时进行口服或者是补业治疗的话 会造成这个洋水减少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很创业的原因 就是泰摩藻破 泰摩藻破突然的大量的洋水的流失 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回来 还有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胎儿这个泌尿道的发疑异常 比如说这种患者它一般在孕早期就会有表现 一般18周16周左右就逐渐出现了这个洋水减 所以它的发生的孕周是比较早的 常见于这个比如说这个无肾 或者是泌尿道梗主 或者是红尿道半膜梗主 这些都会发生这个洋水过少 还有另一部分孕妇呢 是因为这个 胎儿染色体异常 所以造这个胎儿这个洋水少 我们都要建议她去做一个 洋水穿刺查胎儿染色体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是孕妇本身有疾病 比如说认高症 或者严重的糖尿病 或者一些抑栓症 抗磷子综合症等等 这些免疫性的疾病 还有孕妇的比如说心衰等等 贫血 它也会引起来 这个胎儿的洋水减少 另外到孕晚期 胎盘功能梯下 也是一个常见的 洋水过少的一个原因 所以看遇到洋水过少 我们一定要是去查找原因 然后针对性地进行治疗